在时隔两个半月以后 国足昨天终于是迎来了第七场试遇赛 在李肖鹏接手以后 首战日本队也成为了国足新团队的一块炼金石 而本场比赛之前 李肖鹏也是表示过 国足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去保留希望 去全力争胜 但是来到比赛以后 我们看到的事实情况 却是国足遭到了对手的全方位压制 最终0比2输掉了比赛 而这样的一个比分 甚至是比第一次和日本队的比分还要差 所以明显作为国足新教练 李肖鹏有一些低估了日本队真正的实力 作为一支多数球员都在五大联赛踢球的试遇赛球队 日本队队员在个人能力上还是远远超过了国足 而本场比赛 国足方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亮点 在上半场12分钟丢球以后 国足基本就处在了被动的局面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国足这场比赛 能够给对手形成一定威胁 能够在比赛场上灵光一现的 可能就是下半场换上维士豪以后 国足第一次的任意球射门 那一脚圆越弯刀确实含金量非常足 直接射穿了人墙 险些打门成功 这一个球也是让日本队有一些虚惊一场 吓出了一身冷汗 所以毫无疑问 这是本场比赛 能够让国足球迷记住的一球 而除了这一次任意球射门以外 其实本场比赛 维士豪还有一个冲突细节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当时维士豪也是和日本球员兄对兄 两个人爆发了激烈冲突 在场上险些大打出手 临场裁判第一时间也是跑过来调解 才避免了冲突的扩大 而在被裁判分开以后 维士豪也是向日本队竖起了中指 这一点也被很多球迷看到 所以有些球迷说 维士豪这场比赛又是犯了老毛病 毕竟一直以来 维士豪给球迷的感觉就是视材傲物 能力确实有 但是脾气也不小 所以这一次的冲突真的是维士豪的问题吗 实际上从比赛的回看 我们就能弄清楚 那么在比赛进行到70分钟左右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已经停球 裁判也是做了一个示意 而这个时候在维士豪试图控制球权 将球停住的时候 日本队球员南野拓实是直接冲上来 从侧面直接用肩膀撞在了维士豪的身上 才导致了维士豪的不满 而且在两个人撞在一起以后 南野拓实是没有任何去认错的意思 而是非常嚣张地继续挑衅 和维士豪去凶对凶 所以这一次南野拓实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冲着维士豪去的 而且之前我们也都知道 两个球员其实是同一批球员 曾经在亚青赛里 维士豪当时也是没开二度 一个人带队击败了南野拓实带队的日本队 所以早前南野拓实也是被维士豪压制 因此这一次 南野拓实就是故意去撞人 才会导致比赛的冲突 而面对这种情况 维士豪的反应就不算是过激反应了 因此部分球迷可能有一些错怪维士豪 这场比赛维士豪就是国足为数不多的有亮点的球员 而日本队这一次的行为 也必然会遭到更多人的痛批 毕竟当时日本队已经2比0领先 而且也顺利拿下了比赛 所以这一次的行为确实是赢球输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